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現在考考中學文憑史DSE 每年題目都有引起很多議論 例如中文作文、英文作文,今年很多人討論 現在是第一屆,由通識轉為公民及社會科的考試 考卷出了,考完了 所以內容披露了 為何香港這麼多家長、爸爸媽媽說為了子女要離開呢? 不知道今屆考DSE的朋友看到這些題目 不知道有什麼感想呢? 你會怎樣回應呢? 只可以說某一方面,不可以說另一方面的事情 這個不是洗腦又是什麼呢? 究竟題目出了什麼?我回來再說 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VPN之後呢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呢 就是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的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VPN呢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VPN呢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的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子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了 訂購兩年呢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呢 可以全數退款的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這科就是公民及社會科 通識科玩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公民及社會科 通識科呢 我記得很不少那些 建制的議員就說 通識科教壞小孩 製造黑暴 什麼批判思考 經常拿出來批判政府 不對啊 公社科就不需要批判 亦都不需要思考 兩項都不需要 搬自過自可以 第一屆公社科的筆史 都好像作文差不多 那題目是什麼呢 不如就說說給大家知道 一 為什麼教育對提升中國 綜合國力是重要的 參考所提供的資料 及就你所知 解釋你的答案 那些資料就是 要求考生參考中共二十大報告 相關傳媒報道 中國教育部的統計數字 及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 回答 為什麼教育對提升中國 綜合國力是重要的 OK 除了教育之外 在經濟科技文化三個範疇裡面 選擇兩個 說明中國其中的發展 怎樣去展現綜合國力的提升 如果考生你怎麼回答 香港考生很厲害 當然就著你們回答 另一條 參考特區政府新聞公報 以及教育局的通告 要政府那些 你不可以參考這個 這個報紙的意見 現在即使那些 反動的報紙已經不存在 都不可以參考 解釋 為什麼 為何參與內地遊學團 有助加強學生 國民身份認同 那我可不可以說 沒有助呢 又或者我覺得不需要有國民身份認同呢 又覺得遊學團沒有用呢 是吧 坐幾個小時後 大家記得 那時候 即是跟學生 對話的時候 那些學生說 即日來會 六七個小時 在車上 累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些遊學團有什麼用 這樣 接著 公民科 這個公社科 就有一個試卷選擇題 包括國歌法 基本法 有一條就問 考生 佛山 泉州 邵慶 哪一個是大灣區城市 懂不懂 你們 佛山 泉州 邵慶 我解釋 泉州在哪裏 泉州在福建 大哥 大灣區有主 是粵港澳 真是 講廣東省 那麼多條題目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講這個 提升 教育對中國 綜合角力是重要的 是吧 包括這個 國企法 基本法 大灣區等等城市 參謀這個中國全面小康白皮書 為什麼教育對提升中國 綜合角力是重要的 如果我回答呢 我肯定零雞蛋 不單止零雞蛋 還可能被人問 被人敲門 查 我這全部都是 不是自己作出來 當然 是引述 中國的媒體的報道 已故的 前總理 李克強 就在2020年5月 這個兩會結束之後的記者會 那裡透露 中國有六億的人民 收入呢 就是平均一個月 是不夠一千元 李克強說的 中國官方的數字來的 而且後來就有學者研究呢 中國是有九億多的人呢 的收入呢 是不夠兩千元人民幣一個月 這些數字如果我引用的話 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 當然不是這樣說啦 但這個是中國總理說的 是中國的 學者在這個學校裏面的 做研究得出的結論來的 如果我這樣說 就說 教育為什麼對提升中國 綜合角力是重要的 除了教育之外 經濟科技文化三個範疇 選取兩個 說明中國其中發展如何 展現綜合角力的提升 那你當然要說正面的事 但是我說 李一強 前總理這樣說 那是不是中國的教育 當然提升中國 綜合角力是重要的 我也同意這一點 不過在中國這個範圍裡面 十四億人有六億 收入是低於一千元一個月 有九億幾個收入低於二千元一個月 這樣算不算是全面小康呢 是不是那個教育不到位呢 令到這個綜合角力是未能提升呢 這樣寫出來 會不會零分呢 我覺得都會零分 因為你揭露了中國的這個秘密 得罪了今上 今上說中國已經奔向小康 奔向小康沒有理由六億人 一千元一個月 九億幾人兩千元一個月 那怎麼辦小康 那不就死定了 那就是迫 這一班 當然 考DFC的朋友呢 年輕人呢 可能不要看那麼多東西 你看了都不要記住在腦裡 不要記住你一強 他已經死了了 死了就好像 這個粉筆字 這樣抹掉了 在中國的視野 中國人民的視野裡面 是不見了的 他那個六億一千元 這個這樣的說法呢 是破壞性很大的 在中國的官媒裡面 現在不再存在的了 你看那麼多網 看壞你的腦 那個網 對不對 OK 好了 然後就說這個遊學團 是不是對這個提升 加強國民身份的認同重要呢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告訴我 他的子女 以前都要在學校 一定要參加遊學團 就是說我講的那些 還是相對比較自由的時候 有一些公民科的 這個通識科的老師 帶他們回去看 我認識一些老師 也帶一些學生回去看 看完之後呢 非但沒有增加他們 國民身份的認同 又或者反過來 這樣說法是不準確的 就是有些就回去看完之後 覺得 哇 就是那些人 通雞蹲啊 吐痰啊 就是骯髒啊 不是現在看的 覺得這麼正 好像 好像 不是很好啊 感覺 好像 現在不同 現在是很先進 大家回去看先進城市 那裡 有些就回去看 那些人上訪啊 就是 跟那些內地的維權人士 談談完之後 發覺 中國原來的民主人權 這個法治 這麼鬼落後的 真的不行啊 有沒有增加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呢 什麼叫做增加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呢 這個就是 我也是要討論了 增加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是不是一定要認同今天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而覺得是自豪啊 我是很認同 現在執政黨所做的事情啊 這樣才知道 才算是增加國民身份的認同呢 還是就是說 是啊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 我覺得這個國家 真的很多事情都不行的 要努力去改好 你看一下 拘捕了那麼多維權律師 是不是 有些人上訪又截訪 又去那些灰色監獄那裡 困住他們 沒有經審訊的 OK 總之不讓他來 在這個北京 這個信訪辦那裡 外面 各個省市的人 就在那裡截擊那些訪問 看到是來自 這個省的 叫他的名字 是來自哪裡 馬上就抓他上車 就困住他們 哇 這樣的 這樣的法治 這樣的人權 喂 大哥 你是不是有很大的改進的空間 是不是 是 這樣就麻煩了 因為你越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 越覺得這個國家有很多事情要改變 很多事情都不行 甚至基本制度都有問題 那你就死硬了 如果你說要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 就要認同這個制度 就要認同這個執政黨 就要認同這個國家所做的一切 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的厲害 得來不易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立強郭之林 我們引以自豪 聽到郭歌 看見星國旗 馬上流淚 我以前就受這個 列強的欺凌 各地賠款 喪權欲國 現在又不同了 在這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我們現在就已經是贊辭奶了 這樣也是另一種國民身份的認同 那究竟是要哪一種才適合這個掌官的 這個改捐員的教育局的位口呢 所以 現在答公社科的題目 不需要批判 也不需要思考 我想每個考生都很厲害 為了拿高分 一定是要從這個方向 去答卷才行 那我就想請問 讀這些科來做什麼呢 除了洗腦之外 我認識的有些朋友 移民了來英國 他說起觸發他移民的其中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一件事 就是和這個公社科有關 在學校裏面 去答公社科的題目 出了一個題目 你也要粗一下卷的 練習一下 是不是 答完之後 又或者其他那些活動 他回來就跟媽媽說 媽媽 我呢就是 學校有這樣的活動 有這樣的測驗 要這樣的考試 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一定要這樣回答 如果不這樣回答呢 我就不合格了 可能會給老師餓 那你說我 怎麼好呢 那個爸爸媽媽聽完之後都覺得 很不對勁 究竟 你想的兒子的女兒 在香港學校讀書 會變成一個什麼人呢 會變成一個你想她是 尋求事實 追尋真理 堅持價值的人 還是是 順著個勢 揣摩上意 為為落落 為了拿高分 為了升級 為了考試合格 而去揣摩上意 揣摩老師的意思的人 即使你是完全不相信那些事情 提升綜合國力 全面小康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當然人有不同的選擇 我這裡沒得說 你繼續留在香港 繼續給子女接受教育 可能有些人覺得是很好的 我也聽過有些 我的朋友 的朋友說 他想著 不只是在香港讀書 也想著送子女回去北大清華 你知道 現在中國 那麼好 在北大清華 學好你的普通話 又懂得大陸的同學 有個人脈關係 說不定他是高幹子弟 然後就通過他認識到他爸爸 哇 你想窮都難了 有些人 有些家長真的這樣想 香港的家長 大陸的家長就不在話 有些真的這樣想 有什麼問題 是吧 為了賺錢 多些錢 能夠養我 養我 讓他下半世無憂 什麼價值 什麼民主 人權自由 自己去他媽的 是吧 那些我們做什麼 吞得下肚子 飽的 飽的 不會的 有營養的 沒有營養的 是不是 敢依肉食 我認識到一個高幹子弟 我的法 有些人真的這樣的 有些人這樣鑽研 我以前有些朋友 有些同學都是 靠兒子打哥爾夫球 有沒有聽什麼 接近權貴 你不懂這個運動 怎麼能夠接近權貴 什麼人都有 所以今天的公社科 有些人都甘之如兒 正 我懂得唸那套 那我就發達了 我就拿高分 我就可以入名校 我就可以讀醫了 OK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黑迷了 但有些人就說 我頂不住 走 馬上走 去一個令到我的小朋友 像個人的教育制度 繼續給他 能夠令到他那個 思考不受這些政治框框的限制 人是很容易適應的 他知道紅線在哪裡 難道真的是我這樣回答嗎 是不是 全面奔向小康 你說不是 有六億人 一千元以下 收入少什麼康 小康的屁嗎 你嘗試這樣寫 你肯定欺負 是不是 你不會這樣寫 只有一種答案 你可以不同的花款變 但變來變去 那個主旋律都是一樣的 我想請問你願意嗎 很多人願意 你也有人不願意 不願意的 那就走 有些家長 也聽過 我不知道他們堅持得多久 在學校 接受這些教育 我不行 我回來教他 我們組織家長的小組 將學校說的話 即是更正他 說回事實給他聽 我聽完之後 覺得很危險 你說回事實給他聽 說2019年的時候 的事實給他聽 跟老師教的東西不同 然後那個小朋友 老師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媽媽說不是這樣 我爸爸呢 他親身經歷過的情況 不是這樣的 你好像說話 跟事實不符 你媽媽你爸爸教你的嗎 OK 你媽媽你爸爸什麼名字 先解開紀錄 那就死了 很危險 所以 你堅持得多久 有些事情就是 你說他洗腦和反洗腦 我們要 我們樓下來的人 要反洗腦 這樣 很難的 你怎麼選擇呢 從公社科第一屆 這樣的題目 我都預計了 一定是這樣的 難道你真的 有正反雙方的意見嗎 這是廢話 一定是這樣的 第一屆已經是這樣 接著下去 大家會不會覺得 是有些不堪設想 也有些不人足足道呢 好 各位有些什麼意見可以留個言給我 我不知道 我的聽眾觀眾 有沒有子女去考DFC 我想 就是考DFC 年輕的觀眾都有 不過有沒有考DFC 我就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 你不妨跟他們聊聊 又或者聊完之後 留個言給我 除了留言之外 點讚、分享、訂閱、訂閱 看廣告 還有就是按個鈴鐺 有新片相片 就會告訴大家 這次講到這裡 繼續之前的Patreon 和新席口快 新席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請多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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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